今天我就介紹大家如何把這個投影畫面 投放到我們班房的螢幕 首先我們在右下方按一按這個按鈕 好了,然後呢 重要訊息中心就會出來 如果你是只有四個 在這裏的話,你就按上面這個展開 然後再選擇投影 好了,然後有幾個投影模式 大家可以選擇同步顯示 最後選擇連接到無線顯示器 好了,很快就會顯示到相應的螢幕 譬如我現在是7067,我就按706 它就會顯示正在連線 大概幾秒左右,你看到畫面已經不同了 代表了已經連線同步顯示了 提提了 如果你發覺它問你允許從連接 像顯示器的鍵盤滑鼠的時候 就讓你剪掉了 好了,那你接著就可以正常去到教學了 當然了,如果我 下課了,我走了怎麼辦呢 一按 都是按這個 投影 你就選擇 當我下課的時候,我們就選擇中斷連線 這個Screen 就不會在Project 頭出現 好了 第一個分享就這麼多了 進來自拍下的